一群人從起樓衝出來 紛紛向前查看計程車情況 隨後一輛救護車到場 從後座搬出一名男子 滿身是血 已經沒有意識 上單假 緊急送以搶救 只有聲音而已 蹦蹦兩箱而已 可能以為是人家放鞭炮 我以為放鞭炮 後來救護車警察來 有人吵架嗎 也沒聽到 計程車地上血跡斑斑 後座椅子也滿是鮮血 小黃車殼被打掉一塊 地上還留有一枚蛋殼 上午9點10分 在台北市知名林森北路上 突然傳出兩聲槍響 當時22歲盧姓男子 才正從酒店走出來 準備搭計程車 另一名28歲段姓男子 突然衝上前開槍 隨即搭小黃逃逸 而重彈的盧姓男子 小腿膝蓋 因此遭子彈貫穿 一度沒有呼吸心跳 緊急送以後救回一命 警方隨後逮捕開槍段姓男子 兩人疑似先前酒後發生糾紛 才會埋伏 開槍報復 我現在心很亂 沒辦法講話 我也很害怕 在客突然遇到槍擊案 問蔣嚇壞了 但凶嫌大喇喇 一早就在台北鬧區 囂張開槍 顯然沒將警方公權力 放在眼裡 記得黃慧淑黃江帥潘耀元 台北報導 pud 中國 有